自由搏击大战 and now is a qualified super five three rounds kick proxie 这场超级战 阿卜杜拉耶夫对努尔拉 因为在之前的 库仑爵州口战的比赛当中 双方曾经有过一战 而且努尔拉是击败了 阿卜杜拉耶夫 本次双方再次相逢 二番战 很有看透 而且双方实力非常接近 都是重炮型拼打型的选手 从战绩上看 阿卜杜拉耶夫略胜一筹 但是上次努尔拉赢了 阿卜杜拉耶夫 这次可谓是 高加索眼镜蛇的 复仇之战 高加索眼镜蛇 凶猛狠辣 但凡出击 必然致命 用这样一种 万蛇识来形容 阿卜杜拉耶夫 毫不为过 在去年的昆仑爵中 他凭借 惯用了 恐怖霸道的拳脚 通胀的动物 将军配手 很长时间 保持着 全身的骄人战绩 但是 再凶猛的动物 也都会有天敌 而眼镜蛇的天敌 就是猛 号称天山巨炮 罗尔拉 在2015年 昆仑爵州口 正在场上 阿卜杜拉耶夫 遇上 诺尔拉 这是两年的 第一次 三回合战法 双方 均不同程度的挂踩 诺尔拉的眼角 被阿卜杜拉耶夫击破 而阿卜杜拉耶夫的 右侧头部 则被努尔拉凶悍的攻击 打出一道斜口 最终 当场装备 几家的努尔拉 以演出优势 战胜了图拉耶夫 高加索 眼镜蛇的不爱神话 被天山巨炮努尔拉 拦腰者断 再结果 红 放射 然而 努尔拉的这种 巅峰状态 并不稳定 他时常无意识地 放空状态 让我们很担心 他能否在这次 与阿卜杜拉耶夫的 二番战赛场上 始终保持全神贯注 毫无疑问 这一次 阿卜杜拉耶夫 是来复仇的 去年的那一场 熬战 给他 给努尔拉 都留下了血的勋章 那么今年呢 一个冬天过去 蛇伏的蛇王 再次回归 而努尔拉 究竟是龙 还是虫 我们全台上见 Put your hands together for the fighter From the blue corner Turfees Abdul-Eye from Azerbaijan 这一场霍伦爵 75公斤级的超级战 也是一场 备受瞩目的二番战 首先出场的是 来自于阿塞拜疆的 阿卜杜拉耶夫 年龄29岁 联战第39胜 三辅 13次KO对手 两届 WAGO世界冠军 R1 IPCC 双料世界冠军 这就是阿卜杜拉耶夫 来自于阿塞拜疆的 高加索 眼镜蛇 有请来自天山的 哈萨克族英雄 天山巨炮 努尔拉穆拉利 好 我们看到 现在出场的选手 是努尔拉穆拉利 来自于中国新疆 是哈萨克族的选手 然后年龄23岁 曾经是拳击手 2013年新疆的 成绩冠军 曾经战胜过 三大沙皇 穆斯里木 努尔拉这名选手 也是一名老将 我们非常的熟悉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昆尚传媒 为您全力打造的 大型综合格斗类节目 昆仑爵 世界极限格斗系列赛的 比赛现场 我是现场解说乔博 大家好 我是刘文波 这场比赛是一场 备受瞩目的二番战 努尔拉再战 阿布杜拉耶夫 好 第一回合比赛开始了 那么看这场比赛 努尔拉的表现如何 因为在前几场的比赛当中 努尔拉虽然是处于 一个连胜的势头 但是本次是出国比赛 所以说在各种的 从长途跋涉 到可能有些水土不服 造成了努尔拉 会不会因为这些因素受到影响 那么刘文波 你之前也是在国外也是征战多年 对于这种出国比赛的这种经验 那努尔拉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努尔拉是来自于中国新疆 而且是 的选手 然后他这个选手呢 有的时候会 相对来说 不是很稳定 然后他有的时候比赛的状态很好 有的时候呢 就是有一些容易犯错误 他有一次比赛也是 在出国比赛 到了机场 然后还没出机场 护照就找不到了 然后直接就被送回了国 就错过了比赛 这也是非常可惜的一点 所以说呀 像努尔拉这种的 非常有天赋的运动员呢 有时候也是这种天赋 包括呢 可能在生活当中呢 造成有其他方面的一些的疏忽 我们看阿卜杜拉耶夫呢 非常重的一个低扫踢 把努尔拉踢倒了 这场比赛看起来 努尔拉呢 这场比赛从目前为止 到目前为止 为努尔拉打的 还是相对来说保守界 我们看努尔拉打的 还是比较巧 在不断地移动 阿卜杜拉耶夫呢 不断地向前逼近 然后他的重拳重腿呢 是给努尔拉很多的压力 我们看到努尔拉呢 是多次的用前手的刺拳击辅 再一次的击辅 非常的精准 而我们看到阿卜杜拉耶夫 虽然也是在步步紧逼 但是打的还是偏防守反击的 这么一个战术的安排 两个人现在是多次的 做迎击对拳的这种对攻 再一次的转身腿 来自于阿卜杜拉耶夫 努尔拉作为一位拳击手 转型自由搏击 我们看到他也是非常大胆的使用 像飞膝 转身后拳踢等等的高难度的动作 本场比赛阿卜杜拉耶夫 是要复仇 因为在上次两人的第一次交锋当中 是一场敖战 而且阿卜杜拉耶夫也是曾经是占据了有力的位置 我们看到现在呢 阿卜杜拉耶夫还是在整个比赛当中啊 占据一个比较有力的位置 他是多次的这种进攻啊 都是命中 但是诺尔拉他本身呢也是非常的稳定 然后不断在移动 从大赛经验上来看 阿卜杜拉耶夫 他有着更多的大赛经验 但是从原先是拳击体制内运动员的诺尔拉呢 也是在体制内有着多年的磨练 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 大家看到这是我们的精彩的慢进回放 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 诺尔拉打法呢 相对来说是较为保守试探居多 多次的使用自己前手的刺拳来击辅 但是从第一局开始 阿卜杜拉耶夫就已经开始火力全开 多次使用转身的后拳踢 险些命中路人 在第二回合的节奏上看 我们看阿卜杜拉耶夫还是在不断向前逼近 然后不断的拉近距离 然后实施自己的这种重头 诺尔拉依然是保持第一回合的状态 不断的移动 是的 因为努尔拉有着非常扎实的拳击的基本功 那么步伐的移动在拳击当中 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 那么努尔拉在之前的比赛 大家看到非常漂亮 现在一个迎记 虽然阿卜杜拉耶夫也有滑倒的嫌疑 也是显示了努尔拉非常精准的预判 现在努尔拉在身边 这场比赛阿卜杜拉耶夫他的状态要比上一场比赛要好很多 是的 而努尔拉在努尔拉之前的比赛当中 努尔拉其实观众非常喜欢看的就是努尔拉他一直在追击对手 连续全追击对手的情况 在这场比赛 阿卜杜拉耶夫并没有给努尔拉任何的机会 而是阿卜杜拉耶夫一直采取的这种步步紧逼的压迫式打法 而且看到两个人多次的这种拳法对攻的时候 阿卜杜拉耶夫还是占据一定的上风 是的 在拳腿的组合方面 阿卜杜拉耶夫是中间的前面 双方刚才都固有转身边拳的进攻 红手拳来自阿卜杜拉耶夫 双方拳法对攻 在拳法的对攻这个环节呢 努尔拉作为拳击诺言出身 是毫不畏惧 而且有足够的信心 连续拳 连续三次 四次 我们从两个人的体型上来看呢 阿卜杜拉耶夫确实也是更强壮于努尔拉 所以说在重拳这方面呢 努尔拉一定要小心对手 刚才这个谁刹那让我们看到了 我们希望看到的努尔拉 阿卜杜拉耶夫 这场比赛显示出了自己 非常强大的低扫踢的基本功 以及非常大胆和自信的 多次的转身腿法的进攻 努尔拉后手拳 哎呦 这个非常危险 非常地危险 刚才这个转身后白腿啊 力量特别的大 好在是努尔拉把距离拉得特别的近 现在是努尔拉这场比赛 我看到他是多次的点射对手 但是点射对手之后 阿卜杜拉耶夫这场比赛 有着非常强的这种 防守反击的这种进攻的欲望 对 就是到目前为止 努尔拉对这场比赛的整体把控啊 不是非常的乐观 这是一次的迎击拳 非常漂亮 真的到了第三个回合 还是要看两个人的体能储备怎么样 我们看到努尔拉在前两个回合 移动的会比较多 但是在移动这方面来讲呢 其实体能消耗会更多一些 好 第三个回合 决胜局 然后这场比赛一开始 双方呢都是火力全开 都是不留余力了 两人的精彩的对攻 实在在这个状态啊 更是让我们回想到了 之前双方的第一次对决的 敖战的场面 转身腿 来对阿布图拉耶夫 你走 阿布图拉耶夫非常擅长这种 转身后登之后呢 用同一条腿再实施低扫期的进攻 转身面拳 努尔拉这场比赛 李文波他一直使用这种点射的拳法 虽然可能有多次的打到 但是呢并没有太大的效果 努尔拉有多次的这个迎击拳啊 这个抓的时机还是非常的到位 也都是命中对手 但是呢缺乏更大的这种终结对手的能力 现在如果说是努尔拉的这种多次的拳法阻截 再从前两局来看呢 虽然也有几次 现在是努尔拉打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组合 努尔拉移动的比较多 然后但我看到他出拳的这种爆发力 开始跑这个高操踢打到了脸 打击的距离非常的长 从前腿的进攻来看呢 阿博多拉耶夫的前腿进攻是多为试探 他的后腿为重腿 两人已经多次的进距离的对攻啊 非常的激烈 比赛时间已经所剩不断 阿博多拉耶夫现在还是要步步紧逼 但是努尔拉能不能利用这最后的机会 为自己能不能扳回一些的场外打分裁判的印象 努尔拉现在连续的不断的出拳 组合拳加腿法的进攻 这场比赛 努尔拉应该是他的战术 还有这场比赛的状态 可能导致他这场比赛进入状态的这个 可能稍稍慢了一些 但是正是因为努尔拉的进入状态稍慢了一些 确实被阿博多拉耶夫抓到了机会 在第一回合就首先发力 看双方这最后时刻的对决 时间不多了 又是一个转身腿 两个人现在的体能其实还都有 阿博多拉耶夫的后腿的扫踢腿可以是具有变现的腿法 刚才也是有两次打到了努尔拉的头部 飞机 非常漂亮 努尔拉是非常善于啊 利用自己灵活的步伐再 好 三局打满 三个回合结束 这是第一局的时候 努尔拉的迎击拳 如果只是从场面气势上来讲的话 阿博多拉耶夫是很明显的是有更多的这种进攻的欲望 但是呢 我们要知道在比赛当中呢 还有一个真正的进攻有效的程度 那有的时候呢 努尔拉他这个反击也是非常的准确 所以说还是要看裁判最后的判定 本场比赛结果如一下 一号裁判28比29 judge number one 28 29 二号裁判27比30 judge number two 27 30 三号裁判27比30 judge number three 27 30 and the winner is blue corner perfeet Abdullaye from Azerbaijan 快乐 适合 优优独自天 打 出